Uber驾驶再度抗议 他们想要转型为代顾司机 但是却有2000多人大喊来不及 这是因为他们被要求 必须在这个月底前完成挂牌 但是必须要先通过第一关的考试 还要在第二关上课研习 可是2000多人的课程都被排到12月了 他们就痛批这个政策是做一半而已 延完取地 修法不能做半套 修法不能做半套 高声大喊Uber司机再度表达抗议 因为该报名该考试都做了 只是想拿到职业登记 却还是似乎被层层阻挡 那我们就是要挂 也是没有找不到车行挂 所以我们现在也领不出来 也过不到车行 所以这些东西在目前来讲 已经年底了 我们再回来台北考也是没办法考 因为一定要先搅消 正系司机想在桃園拿指灯 却深深感觉被大大排挤 至于Uber司机估计还有2000多人 明明已经通过考试 但讲席课程却排在12月 如果你时间11月30你就咔了 那这几千人怎么办 我配合你的 可是我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 这些的民怨 还有这些家庭后面所产生的悲剧 都是因为你政策做得不完整 做半套而造成 不止Uber司机急如热锅上蚂蚁 响转心却卡在讲席课程安排时间 让合法职业的时间不断延宕 就连车队也能感同身受 目前我们听驾驶伙伴在说的就是 职业登记证的时间 还有他们讲期等待时间过长 造成他们要正式入队的时间 一直在延缓 这也是他们所召集的 司机车队都很急 再在凸显行政脚步过慢 就怕耽误时间 没法在规定期间内 顺利转换挂上牌 董事新闻 郑世新 郑鸿燊 刘盈在台湖岛